路上車水馬龍 連邁老婦人不顧左右 來車直接穿越馬路 一輛交車傻車不及 直接撞了上去 老婦人被撞廢在地 丘路人員趕到現場 對他實施CPR急救 送醫後仍上衆不治 肇事駕駛在一旁 接受警方調查 表情緊張 這起車禍就發生在二十三號 早上六點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上 八十五歲王姓老婦人 疑似走路回家路上 貪快違規穿越馬路 旅行駕駛當時往東執行 不慎撞飛婦人 疑似因為早晨陽光刺眼 才會釀成這起意外 其實只要在早晨太陽升起時 行駛東西向道路 就會因為刺眼陽光 產生炫光作用 在夏天與秋天最嚴重 台北市民權東西路 與南京東西路 都有這樣的情形 駕駛看不清前方 很容易發生意外 只是老婦人自己 為了談一時方便 違規穿越馬路 卻葬送自己寶貴生命 記者許志明侯宇翔 陳志芳台北報導